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很高兴来谈一谈开悟之道 这是学佛里面比较深层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从六个部分 来看看这个开悟之道 首先我们必须要把人间的事情 人间的意识 我们脑袋里面对人间所有的认识 先做一个整理 然后我们再来谈谈所谓的自信 明心见性 要见到的那个自信 那个如来上到底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第三个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有情众生 从有情众生里面才能够界定人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自我跟五蕴 最后我们来探讨所谓问题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这个一直困扰着我们内心的这个问题跟答案 我们把它拿出来解析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所谓觉知之路 所谓觉悟之道到底在哪里 那么现在就来看看所谓的人间事 那我们知道装在我们脑袋里面的资讯 这些资讯从小就受到教育 从书本上 从学校里面 从家庭里面 从手机里面 从媒体里面 学大堆一大堆的资讯 这些资讯有三个特色 一个它很可能是虚拟的一个资讯 那么第二种的这个资讯有可能是是真是假 好像真的又好像假的 真假的成分很难界定 第三种是比较那种感受有比较真实的 我们看看什么叫做虚拟的 这些所谓虚拟的东西 像张无忌 像杨过 所谓哈利波特 嫦娥奔月 美国队长 倚天剑 屠龙刀 吸血鬼 什么凤凰 什么麒麟 什么鬼门关要开的 世界上还有一个力量能控制鬼的 这个实在是想法 太奇特了 像樱桃小丸子 股票的年限 我爱你爱到一万年 或者是人生的意义 或者是有一个美模 你到了几岁还非常的漂亮 或者是某一个人 他运动表现非常的强 叫做不败战神 像孙悟空 神雕大侠 坐在一个大鸟上面 手不小要抓什么 还能坐得很稳的 不可思议的一个人物 青春永住 或者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奇怪的名词 什么某某卡 什么叫某某卡 随便编一下就可以 只要卖东西的时候 就有一个名词跟着 这些全部都是虚拟的自信 混杂在你的脑袋的意识里面 这些东西可能你是从商业的广告听到它 大部分都跟商业有关 有时候是从电影里面看到的 有时候电视剧连续制 有时候YouTube的抖音 你是不是听到资讯以后能够认定 这些虚拟的东西离开了你的生命 离开了你的生活 你的资产不会减损 你的群绪还是一样没有被变动 而这些东西是不是你一直在收集 是在收集烦恼呢 还是在收集垃圾 还是在收集一个有用的资源 你要明辨清楚 在你生命里面的所有这些虚拟的资讯 可有可无 如果这一点不认清楚的话 你的整个脑袋里面会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看看小说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英雄 最主要是在补足我们心事上的不足 我们对于社会的认知以及我们的需求 有所不足够的地方 希望有一个英雄的角色来填补 生意人看到了这个漏洞就马上会提供各种的角色 来填补你那个虚拟的空虚的心灵 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 那我们再看所以常常股票有所谓的年限 什么叫年限呢 一年365天把它平均起来 所以如果有一个股票一天涨了300多点 除以365的话年限就变动一点 一个一条一天只会变动一点的跟现实社会股市的变动完全无关 但是你却会听到这些奇奇怪怪的名词 什么年限半年限 股票再怎么涨跌它也不会动 365分之一能怎么动 那么这些都是虚拟的名词 这一类的名词相当的多 混杂在你的脑袋里面 我们再看看所谓爱你到永远 到底它的这个爱你指的是资产 或者是指的你的健康或者是你的美丽 那么这种东西所谓的永远都是虚拟的东西 人类没有办法精确的去描述跟计算 那听到这个还会有感觉的 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点 这些都是虚拟的一个名词 没有办法量化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再看看第二种 是真是假的 这些东西最容易把你困惑 虚拟的东西其实没有以天见你照样在吃便当 其实是没有差 但是是真是假半真半假的这些资讯 就很容易困扰你 比如说美女 什么是叫美女你搞不清楚 到底是要称赞这个生计诊所 把它整容整得这么漂亮 我们应该称赞医生 还是称赞这个有勇气去挑战自己 改变面貌的人 我们已经被混杂了 像一些广告 卖的药卖的东西 到底是真的假的 讲的从来没有缺点的 那这个东西 到底真实的成分多少 没有办法辨识 像历史的 像道德 像彩券这种东西 像立志的责言 我是怎么成功的 我怎么能够达到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是怎样 这些东西是真是假 你听了以后坦白说 没有太大帮助 你不可能复制一个新的时空 然后跟以前一样 你也照这个方式走 根本就不可能 这些东西成功者的经验 是真是假 还有一些荣誉 别人对你的批评 是你放在心上 或者是绝对没有意义 但是你放在心上 你一直当真 那个批评就当真 你一直很认真 那个荣誉 你就非常珍惜 你觉得那个没有什么 就没有什么 这些东西 说不存在 它确实是存在 但是是真是假 我爱你啊 或者是幸福 怎么样界定幸福 名词都没有办法搞清楚 怎么样子界定 比如说我们做事情 成功到某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的东西 是真是假 或者是它做某一种技术 有某一种的功力 这个都很难去评价 还有我们的健康 是真是假 你说你很健康 我们希望能够幸福 你怎么控制全身 各种的器官 来维持那个健康 很难界定 还有像价值 像知识 这些东西 其实是真是假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经常在社会上 在资讯上 在手机上会碰到 这是成功的七个习惯 你真的做到的 这七个习惯 你也不会成功 为什么 成功的因素有一千个 它是讲的可能 其中的一个 还不一定是真的 它已经成功了 爱怎么讲的怎么讲 你有办法阻挡它吗 你没有办法阻挡它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真是假 那么谁敢去挑战成功的 马云说成功创业有四个秘诀 你还想学吗 马云你已经不晓得在哪里了 马斯克成功的关键 是要跟顶尖的人才共事 现在是你的天下 谁能够敢说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因为不敢去挑战 你的心事里面就存在这些 奇奇怪怪的 是真是假的资讯 最后没有太大的帮助 那么就像牙膏一样 有几百个牙医师推荐 真的有那么多吗 都还没有出来 你怎么推荐呢 也没有用过就在推荐 这些东西听一听就好 是真是假 我们最常听到的是爱群的承诺 这些承诺所谓的我爱你 它讲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不知道 而各位在现实生活里面 需要的是具体的内容 买房的具体的计划 出国的具体的计划 小孩子教育费用的 具体的内容跟资产 那么这些东西很难描述出来 结果这些东西的承诺呢 我爱你这个指的是 经济的幸福呢 还是对爱情的忠贞呢 完全都是真是假 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那么我们用金钱 是买的是健康食品 你买的是你希望达到了 健康的这个愿望呢 还是只能买到健康 健康食品不是健康 但是健康食品可以反映出 你心里苛求的一个愿望 如此而已 那么网络上我们常常看到 很多的照片很多的新闻 你几乎已经看不出来 这个照片有没有护制 有没有修饰过了 你也看不出这个美女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有时候又要分辨的时候 还要卸妆 非常复杂的一个咨询 那么这些资讯呢 毕竟它还是有一点点 不知道几成的一个真实的成分 在里面 那么从以前虚拟的资讯 加上这些是真是假的资讯 你的脑袋已经够迷糊了 那么我们再看看 真实的资讯是怎么样 像天灾 像地震 那你真实会感受到 完全不假 像丑闻 提到我们自己的东西 被发现出来的或者是身体的病痛呢 我们碰到了离婚的状况呢 失业的状况呢 我们退休了 但是我们的经济状况 还没有完全的准备好了 我们金钱上在某一个时候 有一点点匮乏了 或者是上偶了 有些人不爱你了 失恋了 我们的亲人过世了 受伤了 违法了 被罚款了 企业的亏损了 或者是工作的一个调子 不是你很满意的一个调子 或者是我们怀孕了 被倒葬了 或者是最近这一阵子 业绩的压力 或者是身体一直的老化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这些真实的内容 经常百分之八九十都不是很好的 很好的真实内容出现的都很少 很短暂 这些真实的内容 却常常的不像虚拟的 若真若假的 不像他们可有可无 他们真实的压迫在我们的身上 这些产生的压力 让我们的心里特别有感 特别是老化这件事情 不是身体的老化 心里的越来越感觉到无助 越来越感觉到彷徨 这种老化才是可怕 那这些资讯里面 一直的重复在我们身上的发生过 我们大部分人的压力来源 像财务 健康 工作跟家庭 这四样是最多的 那么全世界压力的指数 亚洲国家都非常的高 想太多了 想太多 那么这些压力 人生虽然很混乱 但是这些事情 就没有一个煞车的机制 一个感情我们赶快煞车 我们就把它停下来 不要再前进 没有那个能力 藕断失联它 不断地在发生 很多事情因为真实劲 又没有煞车的机制 再加上那些虚拟的 弱真弱假的 我们脑袋里面非常的复杂 那么尤其是我们投资产生一些亏损 房地产 股票 投资事业 自己经营一个小生意 这些亏损 我们会直接在心理上认定说 我们生命资源产生的减损 那么压力就非常的大 那么像一些婚姻 快乐的比例 远不如平淡 重复 无聊 这些比例会出现的更多 这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虚拟的隐聚里面 在弱真弱假的报道里面 好像别人不是这样 大家必须要明白 这种事情 人间是一定是一样的 那个社会不一样的原因是 它是真是假 你只知道的一部分 所有人的婚姻都跟你一样 都是平淡的 都是重复的 都是无聊的 占了七八成 不要想象说 它真的有那么快乐幸福 完全不可能有这件事 那么人间是这些来源 我们再依赖是手机的话 更糟糕 几乎没有新的来源 整天花很多的时间 把脑袋埋在这里面 而这里面继续提供给你 更多的虚拟的自信 更多的是真是假的自信 更少真实的情况 那么这些真实的事情 也更没有办法解决 那你越是依赖手机 这些资讯的罐头事情 让你越来越无助 让我们心里越来越复杂 也不晓得你现在还没有活着 因为你收到的那些资讯 跟别人一模一样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虚拟的大家都一样了 手机占绝大部分的 很多都是是真是假 有的是完全是假的 真实的来了解你的状况的 不到百分之一 那么在阿含经里面 第六十七经里面 那么佛头这样子说 如是我闻 那么有一次佛头在 奇数己孤独言 他告诉朱比丘说 当时修习方便禅师 内极其心 什么叫做修习方便禅师 内极其心 就是要如实的观察 我们在认的时候 都要如实的去观察 我们的色、受、想、行、事 所谓的学佛 并不是一直的拜佛 一直的念经 而是要如实的去观察 这些色、受、想、行、事 这些东西 你不如实知的时候 你这会热索笔色 赞叹余色 你会把它当作唯一的 永远的 所有的生命的一个内容 实际上 你必须要如实知的知道 它很多是虚拟的 很多是是真是假的 真实的感受并不是这样 更何况 这些跟生命完全没有关系 那你如果离开这个东西的话 才有办法去解决 又被恼苦丑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会慢慢的 把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了解这些人间事 人间的意识 人间的物运之后 我们来看看所谓的自信 我们常常听人家这样子讲 明心、见性 这个见性就是对自信 有一个更深层的认识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不认识自信呢 因为我们生命为了谋生 为了谋生以后 我们就跟小鸟一样 到处在找东西吃了 为了这个谋生以后 把它当作生命的全部 从此以后 我们生命丧失了所有的可能性 我们不再去发掘生命 我们只对谋生的事物感兴趣 那么到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职场 我们慢慢退休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辈子好像缺少了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从头到尾把谋生当作生命 那么我们看看 大自然的所有事情 我们看看羊在那边草地上吃草 它只要有水、有草、有阳光 就可以活得很好 但它没有需要收到这么多的虚拟的资讯 是真是假的资讯 它没有需要 而且美到不行 那么这种现象里面就是说 生命最重要其实是生命的本身 并不是陌生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但是这些生命重要的 不是社会的戏码 不是政治 不是隐具 不是足球 也不是棒球 也不是用比较的 这个比较好 那个比较坏 这个更富有 这样的一个认知戏码在运作 那么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慢慢有了自己的房子 会富有 也有自己的车子 但是这完全不表示你的心灵解脱 或者你对生命内心的更深层的 有一个体悟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心灵的贫乏的人 他可能成功了 他可能比较富有了 但是他会在自己的心智架构中 来找寻自己的意义 那么因为找不到意义 他会自己去发掘问题 创造问题 然后产生更多的矛盾 与其说他在找寻问题 找寻寓意义 不如说他在找寻矛盾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面对于现实 去以谋生当下的时候 我们只会处理当前的问题 当我们饥饿的时候 我们只能屈服于饥饿 其他的必须要忘记 我们不能肚子饿到不行的时候 有一个人拿一杯水 提供一个很丰盛的晚餐 我们什么事都必须要投降 因为你已经饿到不行 那么什么时候来开悟呢 什么时候来看这些经书呢 全部都忘光光了 所以当我们碰到经济的困境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什么可能性都会消失掉 这个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前提 我们以魔生当我们的生命 主轴的时候 你无论碰到什么事 只能够专心的碰到这些事 开车的时候只能开车 不要再想开悟了 我们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循环 那么这些东西在我们碰到的时候 碰到爱情我们只沉醉在爱情里面 我们掉入了一个爱河里面 我们会忘记生命还能做什么 同样的即使是佛事 碰到事情了 好 现在在办法会了 他只能够专心的去办法会 接待了我们所有的会员 而忘记了什么叫做开悟 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同时再处理 一个人只能够处理生命眼前的事物 那么这些东西都会牵着无印而来 那么我们常常说 所谓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我们为什么会走入梦幻泡影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没有办法分辨的时候就会相信 相信什么呢 相信虚拟的 相信若真若假的 相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东西 我们就相信它 就走入它 跟它融结在一起 那你才会产生梦幻泡影 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个相信 那么我们才有可能所谓的 出离 所以出离的话不是身体出离 也不是我要离家出走 是我们的心境 不会被现前的这些事情 虚拟的东西 半真半假的东西所困惑 因为自信它本身就会透露出它的神秘跟奥秘 它本来就会指导你 那么如果抛弃那个五蕴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觉知才会死来 所谓的觉知就是认识到五蕴原来 并没有太大的用处 它并不是生命的全部 只是一个很小部分而已 而我们一直以为它就是叫做生命 因为它而铺裂了所谓的自信 而不认识所谓的如来章 那么我们重新在觉知的时候 我们就回到生命本身 大家必须知道 自信也好如来章也好 生命它本身并不需要去解释什么知识 知识是人类的五蕴跑出来的东西 这些知识若真若假 生命存在的 这个存在就是很完美的 一个很有系统的一个解释 不需要再添加 我们对生命只需要信任就可以 只需要臣服就可以 知道说它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这种觉知是来自于心的一个觉醒 我们了解世界幻象跟梦境 就是差别在这个觉醒 那么有情众生的心事本身 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觉醒 因为它整个架构在魔神上面 那么这一点就是 我们在进入怎么样开悟之前 必须要先理解这个前提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从有情众生 再回过头来看的话 你就会对人的一个自信有很深入的了解 那么在金刚经里面我们知道 这个佛陀这样子说 诸菩萨摩克萨因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众生之列 若软生若胎生若失生 我们知道从金刚经的一起步就告诉他 一切的有情众生 佛陀没有提到人 一切的有情众生 从这里开始 如果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极为菩萨 如果你有觉得人跟其他的有情众生 有什么不同的话 那么这个大概是很难去开悟了 所以说了解生命要了解什么 第一个每一个生命 它都出自于精心的设计 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智慧的一个维度了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整个有情众生集体的和谐 它是这么样的神秘 这么样的完美 不管是狐狸是这个样子 葡萄是这个样子 飞鱼是这个样子 苍蝇是这个样子 松伯是这个样子 野浆花也是这样 它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 只是我们完全把心事放在魔生上面 没有注意看这个生命的本质而已 那么我们看看 即使一只小黑纹 这个人见人恨了 赶快要用杀虫剂把它喷死 那么它全身的设计 其实是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惊人 而且如果用放大剂看它的话 你会觉得它实在是非常的美丽 现在我们再来举一个更震撼的例子 听完之后你就完全理解生命了 那么在东非的大迁徙 是人类每一年六到十月都会瞩目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百二十万头的大约 牛铃或者叫做脚马 有三十万头的斑马 有二十五万头的邓铃 他们从原来的赛伦盖地南部 必须要走了两千九百公里 那么这一百多万头 跑到马赛马拉过去 那么这短短的度了一两个月以后 再回到原来的赛伦盖地 那么这一趟的旅程 一百多万只的动物这样子在迁徙 那么路上会碰到狮子 鳄鱼 会碰到猎豹 也会碰到花豹 猎狗 没有一个天敌是转座 一个都比一个强的一个魔鬼 在一路上呢 紧紧地在那边跟随着你 等待着你 而且几乎呢 是没有办法有胜算 每一次的一个碰到 都是以死亡收场 这么多的天敌环事呢 会让这一百五十万只的这些牛铃 到最后迁徙的至少会死掉三十万只 或者是四十万只 那么这一趟的旅程 那么非常的可怕 但是两千九百公里 那么这个大长征呢 我们觉得整个的路程呢 迁徙的路程 危机四伏 那么必须要历尽生老病死 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牛铃 在途中不是被猎死呢 就是体力不自由而过失 但是这一个时间里面 同时也有四十万头的牛铃 在雨季来临之前 他也在这个旅程 在这边诞生了 在这边长大了 很快就能够走路 不到几个月就能够跟上队伍 走了两千九百公里再回来 那么我们人类 常常会去挑战什么戈壁 一百零八公里 也不晓得挑战什么 也没有狮子了 也没有花豹 也没有猎豹 也没有鳄鱼 整天在炒炒炒炒 好像完成了什么人生大事一样 流年也不坑一生 那么这样的一个赛伦盖地 他怎么样子在演绎 有情众生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那么我们从 达尔文的优生学来看 当然指的是优胜劣败 四则生存 所以鳄鱼它那么强大的咬合力 所以它能够继续存活 是这样子吗 佛朵说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这一趟旅程下来了以后 经过了百万年 我们又发现流年的数量没有减少 鳄鱼的数量也没有增加 花爆更没有增加 不是说四则生存吗 它不是更厉害吗 更能够猎杀吗 为什么流年不会减少呢 因为生命的意义佛说 在互利互生 和其自信能生万法 用这样的方式 它能够生存下来 这样的一个数量 它就维持生命整个族群的一个和谐 生命里面神秘的力量 会在运作这个协调跟这个完整 那完全不是说 有谁胜了谁败了 那么用我们的五蕴产生的名词 就会在讨论胜败的问题 那鳄鱼那么厉害 满地都是鳄鱼了 也没多几只啊 那么流年这么不堪一击 但是它从出生几分钟就能够走路 几个月就跟上队伍 也没有挑战戈壁108公里 足足走了2900公里 也没有坑一生 这个就是生命里面 你不可思议的力量在运作 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 才能够看到说 所有的生物 即使是小小的一个牵牛花 它所拥有的自信 在运作的各种方式来呈现生命 跟人业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特别的伟大 那么我们再看看浮游 它在水中是成长是要三年 那么飞到天上来做交配的时候 一次可以几百万只在交配 而且寿命只有一天 所以浮游的生命 这么样的可怜只有一天 而且它天上飞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一个烈食者 它能够抵抗 就这样全部都会被死化 那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浮游生产的卵呢 一次可以长一万颗 浮游怕你吃嘛 根本就不怕 也不会少你一次 生命自然有它的神秘 和其自信能生万法 它用各种的方式来演绎生命 那么看看 我们跟新冠肺炎比起来 现在是人类胜了 还是人类败了 还是新冠肺炎败了 不会 人类会一直地在适应这个东西 无所谓的胜败 生命的运作 没有这样的一个名词在进行 那我们看看 如果适者生存这样的原则也可以接受的话 为什么动物设计的这么样的美丽 我们看看每一只动物的时候 你会惊讶地发现 这些东西根本是演化不需要的东西 美丽有什么叫需要呢 但是整个生命却是这么样的美 这么样的神秘 它不是达尔文讲的 而是和其自信能生万法 那我们再看看一个更震撼的例子 就是蜕变了 那么蝴蝶它变成毛毛虫以后 它会成蛹 那么在蛹里面 变成蝴蝶之间 它就会产生完全变态 那么什么叫做完全变态呢 那么蝴蝶会在蛹当中 先被酶消化成细胞浆 也就是说整个蝴蝶肚子里 变成一坨的一个细胞浆 这个细胞浆又变成各种的器官 会变成新的蝴蝶的翅膀 新的蝴蝶的脚 而原来的细胞会被重组 能够产生剧烈的分解 那这个东西我们叫蜕变 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完全变态 所有身上的东西可以重组 重新再发展 这个不是变魔术 这个已经科技高到根本人力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那如果我们也有蝴蝶的 万分之一的功能的话 我们的胃癌有问题 把它消化成细胞浆 重新再产生一个胃 不是OK了吗 我们的肠有问题 马上可以进行完全蜕变 变成一坨浆 然后再变成一个新的肠 其实人类完全就不懂 所以没有办法去体会这是什么 但是人间的科学就有这两个重点 一个是懂非懂 一个不懂装懂 我们会给它一个名词叫完全变态 就是没有勇气说 我对于自信对于生命 完全不能理解 这个事情不能够认定的话 你学佛就没有意义了 你不知道人类对所有的生物一无所知的话 你会以为真的我们的五蕴里面 能处理什么问题 能决答你所谓的人生的意义 根本就不可能 只有这八个字 是懂非懂 不懂装懂 动了一个名词 就以为我们了解蜕变 我们不可能了解蝴蝶 那么我们念经 我们拜佛 没有了解珠光奉蝶的变化 有时候你少念一点佛经 都还比这个有用 为什么 因为它也是来自一个有情众生 跟我们一模一样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它演绎生命的意义 是实实在在的呈现在你的眼前 那么人只是有情众生的一种 我们必须理解 我们也很奇特 但是完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不要认为你比哪一个有情众生还要高 那是你的幻想 你的五蝴受到的一些资讯 那么有情众生跟我们一样 有情有爱 他们也在援系自己的生命 用一种自己发展出的很独特的一个神秘跟系统 在运作它的生命 所以各位知道 生命它不是只有适者生存 它有美它也有爱 我们必须要从友情众生的这个角度 回过头来才比较看人 看蝴蝶看苹果 我们就更容易去体会什么叫做真如自信 现在我们会吃炸鸡 我们以为我们比鸡还要伟大 我们会以为我们比鸡更具有意义 那个是完全的错觉 生命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进行 你所收到的那些资讯非常地肤浅 那么一切法不理友情众生 你不从这些角度回过头来看的话 就不知道说人只是友情众生的一种 我们跟他一样 一样什么呢 一样的神秘 一样的完美 一样的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现在理解了友情众生的一个过程 知道说我们对他的认识 只是肤浅地灌上一些名词之后 回过头来再来看看 这个五蕴又是有虚拟的 若真若假的 对友情众生完全不理解的 没有任何自信的概念的自我跟五蕴 它又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至佛 如果我们一个人过世了 过世了五十年之后 大概还记得你的 大概只有剩下你的孙子了 你的儿女很可能也都过世了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最重要告诉你 如果你过世了一百年之后 当你过世了一百年之后 你的儿子孙子都过世了 你看电视那些主播全部都过世了 你所有认识的隐心都过世了 你的老师都过世了 你的客人 你的邻居 你的所有朋友都过世了 一切都没有 而最重要的是 这个世界好像你没有来过一样 没有人知道你 也许你说你很有成就 你的名字还可能再出现 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件事 这个世界好像你没有来过 没有这个过世一百年的自己的概念 你没有办法开悟 过世一百年之后 这个世界你留下的 我是说有可能留下的 只剩下名字 大部分人连名字都没有人记得 你的Facebook太久没有动 会被删掉了 一百年之后 你就没有来过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过来的今天 再看看你的五蕴里面 所谓的成就 所谓的财富 我的情感 我所谓认识的 所谓人生的意义 我的价值 我的存在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知道一百年后 没有人知道你来过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些东西有没有意义 你的奖状有没有意义 你的终身成就奖有没有意义 这些就是告诉我们 你到底是谁先搁一边 你的头脑你的心事 认为这些有意义 都是从外面找过来 收集过来的 五蕴不如实之的累积过来的 但是这个跟你的生命 根本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的我所所谓我所就是 我的家庭我的财富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 朋友住家学历爱情 这个不是你的生命 是你的经历 真正的生命 是要把这些 不是你的东西先摆一边 那么只有你不存在的时候 这个痛苦才能够止息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理解 所以五蕴它告诉你 你并不是只有一个名字 你也不是说只是一个身体的形体 然后以后会过世 所以就没有 你超越这两种 你不是一个无形的名字 也不是一个有形的形体 你超越这两种 在存在的怀抱之中 才是你生命的真正的本质 那活在你累积脑袋里面 这些知识 这个是知识的累积 这个并不是你的 那么让你的头脑清空的时候来看你 那个你才是真正比较清晰的你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有时候看到日出 非常的漂亮 有时候又有云海 那么有时候日震当中 枯数盛夏 真的不如喝一碗冰 喝一杯可乐都还比较好 那么更有些时候 夕阳西下非常的美 漫天红色黄色 真的蕴染了整片的天空 这些东西就好像我们生命的现象 有时候像日出 有时候热到不行 有时候像美丽的晚霞 其实它都是月亮 太阳 地球 它完全都没有再改变 只是位置跟状况改变出的一些现象 我们所有的我所就是这些现象 而生命的本质 其实它就是太阳 就是月亮 就是地球 它从头到尾就没有改变过 而我们的生命不会去想认识地球 月亮 太阳 我们其实认识的是晚霞 漂亮的夕阳 这个美丽的 这个酷热的天气 我们都只能够融入在这些 短暂片刻的出现的现象 而不是本质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信 所以我们非常注意个别的树木 个别的种子 认为它的生跟死 而我们并不太去注意整棵树的生长 其实它的生命一直在延续 它没有这个名词来计算 种子是死的吗 还是活的 一个种子的话 它掉到地上 结果它裂开了 长出一棵树来 我们的名字没有办法界定这些东西 所以种子是死的吗 还是活的 我们脑袋没有办法搞清楚 自信就跟自我就混杂在一起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巴黎藏经 所谓的衰老经 那么这种衰老经 它翻译就比较简单一点 不像后面的这些大波罗经 非常的复杂难懂 生命确实非常的短暂 不到一百岁我们就要死去 能够活得更长的 最后也是要衰老死去 但是人认为这是我的 这种东西还是随着死亡会消灭 那个你所谓认为的我所 所有的财富 所有的爱情 这些东西死亡到的时候 你还是会消失掉 认识到这一点 虔诚的智者就不会崇拜自我 任何一个觉知的人 他就不会崇拜自己的 所谓的荣誉 所谓自己的尊严 自己的财富 因为死亡到来的时候 他一定会消失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 或听到有一个称呼 他的一个人的一个名字 但是一旦我们过世的时候 只有这个名字留下来 那一些所谓这是我的 这些东西 这个我所通通会消失掉 那么智者是不会去崇拜 这些会消失的东西 如果我们一再的贪恋 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就不可能摆脱 幽悲恼苦做 所以模拟 所谓模拟就是智者的意思 智者的人 会摒弃执着 寻求临近 所谓临近是 认识生命那一个 不会变动的地球 太阳跟月亮 而不是追逐那一些黄昏 或者是日出云海 那么在模拟在任何地方 他们都无所依赖 也就是无所执着 他们不是说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他们没有所谓喜欢不喜欢 就好像悲伤贪婪 这些东西沾不到边 这些不会产生在智者的脑海里面 所以对一个模拟 对一个智者 就好像水地一样 它没有办法沾在荷叶上面 也没有办法沾在莲花上面 模拟所见 不会沾染任何的 所见 所闻 所想 也就是说色受想行事 这些产生出来的东西 对一个智者 一个觉知的人 一个悟道的人 它是不会被沾染的 所以说我们慢慢慢慢 跟觉悟之道呢 有一点接近的 佛跟开悟 是不是要用人间的这些智慧 色受想行事 包括我现在讲的这些语言 去解开生命的意义 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是导引一点点的 类似的可能的 一点点的方向 真正生命的意义 了解智信 不可能用五蕴的 这些东西去处理 那么所谓明心见性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明心 一个见性 这个性就是智信 智信不可能用五蕴去解开 常常听人家讲说 这个人某人出家了 看破红尘 好像他看破了什么东西 其实对学佛来讲 整个印度都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看破红尘是你向红尘投降的吗 现实社会的现实 让你感到压力的吗 学佛不是这样 心不是用来挖掘过去 记忆过去 绑住自己 学佛是要来打开生命的维度 完全放弃了你五蕴的想法 来看真如自信 这个才叫做明心 不是看破世间的现实 那么学佛他不是追求不生不死 他自信本来就不生不死 学佛是让你的心更有定见 更有正见 而从另外一个摆脱脑袋的一个角度来看生命 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巨大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发生 接着我们就慢慢进入主题 把我们整个五蕴会产生的只有两个现象 一个是问题 一个是答案 当我们这个再把它拆解的时候 各位就会慢慢慢慢知道什么叫做灵静心 我们的脑袋被创造出来以后 我们不断的在收集过去 这些过去 有些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知识 然后我们带着过去 那么透的过去 这些残缺不全的 是懂非懂 不懂装懂的 这些东西 来看一个新鲜的问题 当一碰到这个新鲜的问题 这些旧的资讯 其实没有能力解决 这个时候问题就产生了 原因就是过去 我们用过去收集的这些资讯 来处理一个新鲜的问题 问题就产生了 那么产生了一条异式的河流 这个河流里面整天流动的 都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问题 一个是答案 那么为什么问题里面 这么不值得你重视呢 我们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把农药 做得跟冰淇淋一样的好吃 这个问题出现了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农药 弄得跟冰淇淋一样的好吃 那么这个问题 其实是错误的问题 没有是拿农药来吃干什么 你要吃冰淇淋 就去买冰淇淋 你要哈根大士 就去买 为什么要喝农药呢 但是人类整天都会创造问题 这个问题糟糕的是 创造出来的时候 不是农药跟冰淇淋 这么好分辨 而你也笨到去想这个问题 觉得应该怎么解决 还提出了两种可能答案 你的生命就浪费在这个世界里面 大家知道 错误的问题 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 生命里面这么多的问题 它本身就是因为 你没有按照生命本来的样子去看它 而是用你过去的脑袋里面的资讯 来看问题 看新鲜的东西 所以创造了一大堆的问题 那么这世界上就有千千万万的庄家 老师在帮你解决问题 其实有些时候 他们是有可能帮你了解问题 也不是在解决问题 但你是没有能力去分辨 这个问题是对的或错的 一头脑就栽进去 然后这个错误的答案呢 又引发了新的问题 那么一直在那里讨论 你的生命浪费在问题跟答案里面太多了 而无聊到几点 无聊到什么 无聊到你整天想把农药当冰淇淋 怎样让它好吃 来想说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这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 而生命这个问题一直在出现 我们怎么样子来投资股市 能够掌握它的趋势 股市这个变数你怎么掌握呢 你是跟农药去喝冰淇淋 是一样的问题 怎么样子来投资房地产 你的生命有那么多的几百年的经验 让你知道什么是高点什么是低点吗 人浪费太多时间 你得到了答案吗 你不可能得到答案 那些提供答案的人自己也在寻找 怎么样子投资股市成功 虽然他表面说 他是提供一个这个意见的老师 实际上他跟你一样 那么怎么样子经营幸福美满的婚姻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错误的问题不可能的完美答案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人类没有能力定义什么叫幸福 没有办法控制所谓诸法空向 他一直会变动 他变动的时候又掌握不住 你怎么掌握不住的东西 怎么在谈那个幸福与快乐跟美满的婚姻 这种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他不可能有完美答案 糟糕的是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专家 还说他是一个婚姻的专家 爱情的专家 还能够提供给别人答案 错误的问题不可能有正确的答案 那么我们经常动不动就产生一大堆问题 那这些满口的一个慈悲 爱满门人间 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问题是什么 贫穷是个问题能理解的事情吗 以人类脑袋根本不可能 发了几包迷然后照个像 就以为我们爱心满天下 非常的混淆事情 实际上人类没有办法处理贫穷的问题 人类没有办法解决掉这些问题 但是却有人提出答案 说他知道应该怎么做 然后他还要帮助人家去解决 我们的头脑一直在伪装 做了一百件事情里面的一两件 我们以为解决掉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假装知道问题 然后我们假装知道答案 学佛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东西是有破洞的 因为这样事情做了很久之后 发现人间的贫困没有被解决 人间的痛苦没有被减少 显然这些东西是过度的夸大 我们不是说慈悲不好 而是慈悲被定义成要做这样才叫慈悲的 这个定义并不好 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能帮助的人当然是帮助 但不必提到慈悲 那么很多的问题就产生人类的狂妄无知 认为这样才叫幸福 那样再快乐 这样叫成功 这个是非常的狂妄无知 我们学佛的人探讨人生的意义何在 这个怎么探讨 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很多人连意义这两个字都讲不出来 怎么可能探讨人生的意义 一个错误的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 佛对这些问题 我们看看所有的佛像 跟所有的艺术造像 所有人类曾经表达过的都不一样 他闭着眼睛静静的 没有讲一句话 因为这种错误的问题 不可能有完美的答案 回到你的生命自信 你自然会找到答案 那么一般人都相信 自己所认识的 所学过的 所被肯定的 是唯一的真理 他只有自己所信的是真理 所以其他的东西都是邪见 那么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纷争冲突就产生了 这些都是狭隘的眼光跟见解所产生的 会浪费你的生命 那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开悟觉醒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五印消失了之后 那你如果用直接的 新鲜的 清晰的 不用过去的 没有文字的 没有语言的 来查看生命的时候 发现你不存在的时候 你的存在就出现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觉知 所谓的你是指五印的你 不存在的时候 你的存在就会出现 我们不能够理解业力素 这样的东西弄一个名词在那边 是懂非懂 不懂装懂 因为业力素所以变成辣椒 因为业力素又变成葡萄 辣椒跟葡萄这个千壤地别的东西 都是业力素 那很有新的名词 这个是DNA 不懂就说不懂 我们没有办法运作之道 一颗辣椒 它怎么厉害到这种程度 能够产生这么特异的东西 你想都想不出来 但是我们偏偏要认为 我们很厉害 我们就是知道你叫辣椒 我们有名词 不懂装懂 实际上是生命是没有办法 用你这些不懂装懂的 五印 语言 文字来形容 阳光 水分 业力素变成辣椒 阳光 水分 业力素变成葡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佛陀说 谈论是没有意义的 绝诸细论就是停止你的所有谈论 终止你的自我 那么才能够体会到什么叫自信 一旦体会了就没有需要什么谈论 所以我们一开口说话 佛陀说其实我已经讲的够多了 我们看过一篇电影 那么达摩祖师后来在传道要结束的时候 离开中途的时候 问一下弟子你学到了什么 那么二祖慧可就到他面前跪拜 那么跪拜三里之后没有讲一句话 那么达摩祖师非常放心的 把法传给他二祖慧可 为什么呢 真正了解到生命自信的意义的话 他不可能用语言文字能够表达 所以他不发抑郁 那么我们明白这个以后就知道 佛家常常讲的这四个字 不可思议 思就是思考思想 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语言文字来思考 来议论来讨论 能够讨论到生命的真相 所以对于生命不需要持有立场 不需要持有信仰 最重要的不需要有问题 不需要寻找答案 跨越对跟错 它就是另一种间接 另一种的领域 另一种高深清晰的一个智慧 那么最后呢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我们五蕴里面的 所谓的虚拟的半真半假的真实的 我们也认识到五蕴对生命的一个现象 是完全没有一点点概念的 我们也了解到有情众生 它是这么样的神秘跟完整 而我们也是有情众生之一 我们的五蕴这些东西 是太过于偏向于过去资讯的累积 这些累积却是是真是假的 它是懂非懂的 那真正的觉知之路是什么呢 真正的觉知之路我们今天就给各位解开 我们的身体的感受任何事情有两种系统 一种是感知的系统 那么一种是认知的系统 所谓感知的系统就是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 我们会看到我们会闻到 我们会听到这个是感知的系统 我们会觉得很冷会感觉到 另外一个系统是认知系统 它是客观的存在 那么这些认知的系统 它透过语言文字符号影像 用这些基础呢 来形成所谓的哲学逻辑科学跟文化 这些是属于认知的体系 那么这些体系呢 在佛陀2500年前就讲得很清楚 我们所谓十八界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所谓眼界这是眼耳鼻舌的声音 眼界耳界是属于感官系统 是属于感知系统 因为有了眼睛鼻子 所以我们看到了色声香味触发 看到了颜色物体的形状 听到的声音闻到的味道 这些是由感知系统所呈现的 叫做六个外界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有一个认知系统 这个认知系统 我们看到了东西之后 每一个人学过的语言文字不太一样 利用这些语言文字 产生的眼视、耳视、鼻视、舌视等等 这些六四年 我们是产生了所谓的认知系统 佛陀在2500年前就很清楚地告诉你 除了感官系统不是真实存在之外 认知系统也不会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要告诉各位 所有的开悟就是说 我们对自我的 它其实是一个认知系统 我们的眼睛还属于感官系统 它还是可以主观地存在 至少眼睛还可以捐献给别人 它是可以移动 而认知系统只能够存在你的五印 你一过世之后 绝对不能单独地被存在 那么这些东西 对自我是一个认知系统的一种幻象 这个事情能够理解 就离觉悟之路越来越近了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 三界为心万法为世 所谓的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指的就是认知系统 它不能单独存在 永远存在 但我们过世之后 不要说一百年 一年就不见了 当下就不见了 因为它立刻会不见 才能够让我们去反省 生命的意义跟方向在哪里 不要被这个十八界所困惑 是诸法空向 无言界乃至无意识界 这些东西 认知系统的东西 它是一个幻象 那么整个佛教佛经 常常提到的不无空非灭 它所指的 英文的表达的名字就是Such none 那个所不是的 佛教从来不会去界定某一个东西 它是应该怎么定义 它常常用反面的角度告诉你 那个所不是 这个东西讲的 其实不是真实的东西 那么这个我们叫觉知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开始很精确的来描述 它的概念大概是这样 我们是在走路 走路是存在的 走路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 走路的这个过程是存在的 从哪里到哪里 但是我们不是说走路是梦幻泡影 我们是说走路的人才是一个梦 走路这个人才是一个梦幻泡影 走路的这个人是脑袋的认知系统所创造出来的 各位会有自我是被创造出来的 走路这个人是一个梦 如果能够认知这个概念的话 你的觉知就会被发掘出来 一切的思想你就会能够激进下来 那么这种认知系统产生的这些意识 将来没有办法单独的存在 像什么比如说这个人他风度翩翩 这个不是感官系统 是感知系统的一种意识 这种意识是不会存在的 很没有意义的 这个富豪他有惊人的财富 那一次的理由你留下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空极的氛围 一直在你心中怀念着 或者是你一直在想念着某一些人 这些都是单独的意识 单独的一个认知系统 破碎的认知知识 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存在的 或者是你几十年来在职场的优异表现 或者是某一段在擅长失败经验 或者是某些义人的某种形象 这些东西都是认知系统 那我们对那些所不是的能够理解 那么在梵文里面我们说anatta anatta就是那个所不是的 你已经消融掉自己的存在 我指的是五蕴了 那个五蕴的存在被你消融掉的时候 你的自己的存在 你的自信就会非常的强大 而这个佛性跟自信的精髓 我们就叫anatta就是 那一个所不是的 那么《金刚经》在第九分里面也提到 那么虚仆底余异云合 虚仆能作诗念我得虚仆果佛 那么虚仆名为入流而无所入 不入色身香味触法 是名虚仆 那么就像流水一样 虚仆就是对河水的流动沉浮 对这个整个流动了解它的意义 当我们看到一条河在流动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河流 没有看到河水 我们只理解到河水在流动这一件事情 这个能理解的就能了解什么叫做自信 自信就是河水会流动 虚仆这个意义就是河水会流动 但是我们的脑袋没有停留到河流的名字 河流的水 没有停留到自我的身相 自我的五蕴被移开了 只有河水流动 没有河流就是渐行 那么我们觉知就是一种本质 一种临近 就是理解到自信 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吃是存在的 能量在转换是存在的 吃的过程是存在的 但是吃的人吃者其实它是一个意识 它是在你脑袋被教育出来的 它并不存在 整个吃的过程里面 没有吃的这个人 自我是头脑创造出来的一种认知系统 吃者是一个梦幻泡眼 这个东西能够理解的话 觉知就出现了 觉悟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个人在跳舞的时候 只有看到跳舞 没有看到舞者 看到一棵树的时候 我们不会注意这个树的名字 身份证字号 我们只看到树在生长 看到一个人在微笑的时候 没有看到那个微笑人的名字 只有看到微笑的表现 这个就是用动态的观念在看 用明星见性的观念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离觉悟就越来越近了 那什么时候会让我更体会到认知系统的一个不存在呢 当你看到浩瀚无边的云和 看到星云的时候 你的感知系统 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的认知系统 没有这个经验 它就会被压抑下来 所以在一个没有关害的星空底下 当你抬头望天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脑袋就是空的 它不可能产生任何东西 它就会退缩 因为整个震撼的一个星空会告诉你 这个感知系统会唤起你的自信 这个时候你认知系统 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你只能在那边感动而已 那么当我们到高山峻里 爬到很高的山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认知系统 不敢发出信号 看着那么雄伟壮丽的风景 这个时候 你的所有的意识会退却 而你的自信会跑起来 你就会感受到 有一股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就是你的自信 它在唤起你 不必听那么多的言语 这么美的风景 你什么空言语文字 还有你脑袋装的那一些知识 能够形容 不可能 不必形容 一句话也不必说 在那边感受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最后进入我们的主题了 什么叫做开悟 就是我们对于存在的本质 我们放弃我们的五蕴 我们把五蕴认为我们一无所知 知道说我们是一个无知的人 我们不可能理解叶利素 怎么会产生香蕉 怎么会变成西瓜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知道我们是一个无知的人 从这个无知开始 你的心灵就产生了更强大 更深层次的一个力量 这是一个很奇的现象 变成一个无知的人 你反而更强大 这就是所谓的般若智慧 所谓的清晰度 所谓的洞察力 一个人要彻底看清 所有人间事物的本质 要洞悉他的真实相 这个真实相 就是用一个幼稚的 完全一片空白的心 直接用你的自信去体会 不用再有名词 看到蝴蝶 连蝴蝶两个字都不用谈 只有用你的心去体会 这种觉醒的力量 是一种无知 这种无知 我们叫做开悟 所以我们不是去相信 或不相信 用这样的概念 用科学 用哲学 来探讨生命 探讨自信 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要来下结论的 我们生命的探讨 如果我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 生命观 你有定见的话 这个定见一定是错误的 抛弃你的定见 你想认识生命的话 不需要持有任何的立场 事实上所有的一切有违法的存在 不需要有任何立场 放下定论 放下以前的知识 然后放弃所有的定见 让你的心 没有所谓的相信或不相信 你就慢慢往开悟的路上走了 所以说佛陀在金刚礼经里面 最后的结论是 不取向如如不动 因作如是观 对任何事情 像是存在的意思 对任何的存在 不用我们的五蕴 学过了这些 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拉丁语文也好 所有的道德 教义科学 不用这些来看 用原始的本性 什么都没有的东西 来体认这个生命的话 如如不动就是 我不用所有的五蕴的东西来影响我 应作如是观 应该用这样的观点 来寻找所谓的觉知之路 那么最后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 所谓的觉知之路的话 你如果是寻找开悟之道的话 那就是一个问题 当一个问题产生的话 永远不会有答案 因为错误的问题 不会有正确的答案 相反的 我们用一个自己是一个无知的人 我们对生命真的一无所知 那就是一个强大而生成的力量 那就是一种觉醒 那就是一种开悟 等到你开路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本身就是道路 如果你去寻找道路的话 你一定找不到 那是一个无门之门 无路之路 佛所讲的东西 它就是无门之门 但是你如果进驾心来 觉得自己是无知的话 用那个心 平静心 临近心 指的不是安静 不是指旁边都没有声音 而是你心里面 没有掺杂任何五蕴 学过的累积的知识 用那一个角度 用无知的 完全一片空白的 来体验生命的话 那个就是道路 那个就是觉悟 这就是今天我们可以介绍的 开悟之道 希望你会喜欢 拜拜